大家好我是云飞 谢谢大家现在小米虫王9也在手里玩了蛮久了 当然也看了蛮多的玩机教程 我注意到有很多人非常想玩第三方的表盘和小程序 这不除了表盘自定工具 我又给大家找到了完全免费的一套安装流程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小伙伴们 在安装教程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米堂的一些优秀的第三方表盘吧 首先这个是辐射的中文 这个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是我们的有兽烟 你看这个动态 我靠真是绝了 然后这个是调皮莱文 这个几乎有60帧了 真的非常好 然后这个是一个凹油新环的动态 这是一个疲惫的黑豹 然后这个是八奶剑新菜 超级Q堂的果冻笨笨 这个我不太认识 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遨游太空人 超级可爱 然后这个是比较特殊一点 它是里面内置了非常多个样式 都是比较好看的一些风景 大家也都看得出来 可以切换 而且它已经做好了这个遮罩 这个呢 它是类似于一个超级桌面 它都是可以点进去的 然后音乐 然后这个睡眠 还有微信 它都是OK的 怎么样 效果应该是比官方的要好非常多 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教程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三款软件 一个是小米运动健康 一个是表盘自定义工具 一个是第三方的手环管理工具 小米运动健康是生成日制 然后表盘自定义工具是获取密钥 然后第三方的这个手环管理工具 是免费更换表盘 然后我们首先进去 我的 然后关于 然后点 ROG迁移到了这个位置 好 我们确认 然后我们进去表盘自定义工具 在工具的这一块 我们找到这个key管理工具 你迁移好了 我们开始读取 读取到了 然后我们复制我们的小米手环9的一个密钥 复制一下 我们从表盘自定义工具 获取密钥之后 打开我们的第三方表盘工具 然后这些你可以知道 什么人都可以 但是这些不重要 这里我们添加设备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小米手环9 我们配对 米9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选择已安装 关闭通知天线 关闭之外全线 然后这里会让我们输入一个密钥 我们继续 好 我们连接成功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小米运动健康 它这里是不是在运行 在运行的话 我们点击一下结束运行 然后回到这边 这里通知栏我们看一下 手表一连接 然后在这里点击升级固件 不需要管 然后我们点击表盘 然后我们可以找一下我们放置表盘的文件夹 然后我们自己去选择自己需要的一个表盘 调皮得文 它是有效的表盘 我们点击安装 我们确定 然后它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表盘捅不过去了 而且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它是非常棒的 它是一个系列的 那是匹配的黑豹 然后我们依然可以再继续去更新我们的表盘 还是升级固件表盘 那这里我们可以刷新一下有受烟动态 看一下 它也是支持的 我们直接安装 你看 当然表盘它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尝试一下 看看小程序 它能不能安装得上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这个结果 我们把摩塔来尝试一下 实际测试 这个小程序咱们也是可以安装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刚才已经安装了摩塔上去 确实 摩塔是可以直接使用免费的工具给安装上去的 关于我们的表盘哪里去下载 我可以给大家指的路 这就是咱们的米塘社区 米塘社区 然后小米手环系列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小米手环9进去 然后如果我们是只需要下载表盘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筛选 前缀 我们选择小米手环9的表盘筛选 在这边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表盘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 那比如说这个卡西欧的飞天 那一般来说作者都会直接在这边贴出一个相关的一个动态 然后我们需要在底下去回复一下 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下载的 然后这里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文件 然后它就下载下来了 然后其他的我也下载过了 然后手机的话也是一样的操作 然后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导入到手机 或者你直接用手机进行操作 然后放置到你喜欢的 你能记住的那个文件夹 然后就可以用我们刚才那一套操作去更新一下我们的这些表盘了 或者说找到你自己喜欢的表盘 然后替换上去 我会在视频的评论区给大家提供视频里面提到的这些表盘 以及本期教程的工具 大家可以自识下载 当然实际使用起来仍然会有一些小问题 这并不是所有的表盘文件都可以被证券识别 相较来说我们之前捐赠过的表盘自定工具是可以完全的识别 适用性来说是更好的 这二者如果你仅是藏钱某个小程序或者表盘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先使用这套免费的 但相较来说会复杂一点的办法 而你会用的比较多的话 那么还是用表盘自定工具会更加方便 本期视频就是提供另一种免费的第三方表盘的安装办法 希望大家会喜欢也记得多多支持 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也欢迎评论 我是云飞 记得点赞搜藏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